乡村民间故事 心机女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众所周知 汉高祖刘邦是个雄才大略 公于权谋的人 可是 很少人知道刘邦的妻子吕智 在公于心机 玩弄权术方面 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 堪称第一流的玉面杀手 美貌谋尘 下面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秦朝末年 秋天 黄尘蔽日的中原大道上 几架简陋的马车行色匆匆 向南极齿 这是山西担负人士吕宫 未必筹家 举家南迁 投奔江苏配件宪令而去的行列 吕宫膝下有二男三女 吕智是其次女 年方二八 带字归忠 此女正值青春妙龄 体态窈跳 风姿绰约 扶若宁之 发若柔云 兴谋顾盼胜归 双甲离窝生云 妩媚娇柔 分外动人 吕宫常对夫人云 此而有贵人像 日后必大富大贵 因此 夫妻两对他奉若掌上明珠 格外真爱 那吕智虽然有 却见特异 报复不凡 这一天 正值吕宫寿臣 吕宫为报宪令 收留庇护之恩 以为广洁地方显贵 便请配件头面人物付其家宴 各位宾客之吕宫 与宪令私交非常 便纷纷被钱贺售 来宾中有一人姓刘明 因是家中第三子 人称刘邦 刘邦的父亲 兄长 都是老实芭蕉的庄稼汉 偏偏刘邦懒于干农活 不愿是强嫁 年过二十 仍只是东游西逛 交棚节有 时无定时 居无定所 还不时把家里东西拿去换了撒菜 招待朋友 弄得父母皱眉 凶嫂嫌弃 解放四邻皆为其为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后年纪稍长 见之人情世故 刘邦便下决心学习历史 当上了佩县东部小医寺水亭亭长 他的密友萧和在支县衙门当公草 将旅工艳客之事告诉了他 因此 他也决定前往祝寿 与众位宾客一样 刘邦名为贺寿 实为八界支县大人 两手空空去讨扰人家汤食 是万万不可的 可家图四壁 囊空如洗 拿什么做贺寿之礼呢 刘邦毕竟不是等臂之辈 他眉头一皱 浸上心来 于是 这天一早 他便着一梳洗装半一番 兴冲冲赴宴来了 一进旅工府地 他便从容掏出名次 交给收受贺礼的家人 家人一看名次 不禁眼镜一亮 大声宣告 四水亭长刘邦贺礼一万 少女吕志在屏风后听见 大胆惊讶 经不住鱼系缝中 偷眼打量来客 只见他身村睽萎 骨骼轻奇 面方口阔 鼻正凉容 眉如玄熙 眼亮有神 举止洒脱 鹰气逼人 吕志一时竟如遭了雷击一般 震住了 接着方熙有如鹿状 砰砰跳个不停 且眼放一彩 脸成红韵 其母在旁看得分明 惊异莫名地问道 额 吕志自 我儿 你如何这般模样 一向闲境羞涩的吕志竟脱口应道 能得此人为序 无愿足矣 一句话经得吕夫人目瞪口呆 接着 她便吐出一名斩钉截铁的话 万万不可 母女俩正闹得不开心的时候 吕公进来了 吕夫人一见 披面就说 你瞧你的宝贝女儿 她竟说要嫁给那无家无业 游手好闲的刘邦 吕公从容答悦 夫人息怒 且听我细说分明 原来 吕公素常言习相术 且好为人相面 今日与刘邦一物 见他古相奇异 神器完足 天原地方 身躯伟岸 心里先自一惊 又听其谈吐疏狂 纵鹏无击 凛然似有王者气象 心中更是一喜 寿宴散时 吕公独留下刘邦 问他有无家小妻事 刘邦答悦 孜然一身 尚未娶亲 吕公街上便说 我有一女 与君甚是般配 不知一下如何 刘邦早听说 带小的吕公二女 明眼照人 我吕公此言不尽心下窃喜 王应成答谢不已 反家路二 刘邦喜不自禁 不由地高声自语 原以为得为许下的一万礼钱 要东挪西界 未曾想礼钱未出 道白白时的一位如花似玉的娘子 此乃天从人愿也 言必 他下马伏地筑倒上仓 许诺道 来日如得出人头地 必大张旗鼓 祭天谢恩 吕公送别刘邦 转入后世 对夫人如此这般一说 夫人将信将疑 却也无可奈何 吕公转而对吕之说 无儿慧眼时英雄 真乃天作之和 我仔细相了刘邦面相 此君非一般书香门帝斯问财子可比 亦非官换豪富顽固子弟可比 然面 他日后必大富大贵 前途无可限量 这样 吕智就得遂心愿 嫁给了浪荡子刘邦 不久 他为刘邦生下一男一女 女籍后来的鲁元公主 男籍后来的皇太子刘盈 公元前209年 刘邦在沛县举兵返行 公元前206年 刘邦军制霸上 秦王子应投降 秦朝灭亡 这一年 项羽与刘邦会于鸿门 项羽自立为西楚兴王 封刘邦为汉王 不久 项羽与刘邦的矛盾激化 两军之间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 公元前205年4月 项羽大败刘邦于彭城 汉军死伤十余万人 刘邦之父和刘邦之妻 军被项羽努为人质 刘邦退守行阳 在丞相萧和的大礼府左下 使妙即离间项羽君臣 又重用韩信 收服鹰部 重振汉军 终于在公元前202年 全间西楚君于该项 逼项羽自稳于乌江 刘邦即皇帝位于四水之阳 立吕雄为皇后 立吕雄子刘盈为皇太子 刘邦乃一代开国雄主 其子刘盈却生性如善 天资平平 全无乃富丰度 为此 刘邦常郁郁不乐 每每有另立太子之念 此时 追受刘邦宠爱的后官嘉丽 是妻夫人 此人是刘邦起兵之时 在山东定讨所得 她年轻貌美 温柔娟秀 擅长歌舞 善解人意 刘邦难争北战 总是窃妻夫人随时仗重 妻夫人生子如意 如意十岁时被刘邦封为赵王 赵王如意年虽又小 然而天资聪颖 举止言语颇销乃富 甚得刘邦欢心 刘邦心中想 一而立之的太子就是他 吕后是何等清明之人 他早已觉察出 刘盈太子之位岌岌可危 古往今来 朝廷宫中 母依子贵 如果刘盈太子之位 被赵王如意所夺 刘邦百年之后 他吕后和刘盈母子俩的命运 将不可设下 吕后直击地向之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 正当吕后焦急无措之时 刘邦已正式向文武重臣 提出一立太子之意 这一天 都城为阳关前殿 汉王朝文武重臣垂首肃立于下 皇帝刘邦岭然端坐于上 只听刘邦已浑厚低沉 威严而不容置疑的声音 对众人说道 寡人御废太子营 令立赵王为太子 众卿意下如何 众大臣乍闻此言 无不震惊恍然 一时面面向须 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皇上威严郑重的声音 又响起来了 太子营天资平平 软弱若善 全无杀伐决断 如是焉能成绩大业 统设设计 赵王如意 年纪虽幼 然而聪慧明智 胆略过人 说话行事 颇消寡人 若有众卿鼎力辅佐 当可继承大统 行国安邦 诸位以为如何 众臣见皇上一问再问 虽在下窃窃私议起来 众所周知 太子费力乃朝廷大事 涉及国家稳定 涉及安危 不可一行之 因而 数人难以赞同皇上之意 可从皇上的话中 谁都能体会出 皇上费力之意瞬间 因此 众人一时都不敢贸然俯言直见 女后此时正藏在前殿东乡 紧张万分的窃听着前殿的动静 见满朝闻舞鸦却无声 他要及的心都要跳出胸腔了 就在此时 只听咕咚一声 一人跪倒前殿 气急口吃的说道 陛下 御 御废长力佑 废狄力数 臣妻 妻 妻不奉照 这是大臣周昌的声音 周昌那面红耳赤 青筋暴突 气急败坏的样子 惹得刘邦哈哈大笑 这一笑缓和了前殿的气氛 于是 众臣趁机附和周昌的意见 大谈费长力佑 费敌力数的害处 至此 刘邦只得作罢 一代来日再提 吕后虚惊一场 阴书一口长气 叹一声 好险 此番多亏了御史大夫周昌 他心中确知 刘盈太子位仍未稳固 更需多方设法 以防变故 吕后久思无良策 虽问寄于谋臣张良 张良答道 臣有一计可行 但能否实现还要看皇后的手段 和太子的造化如何 吕后直催着快说 张良便告诉他 当今有四大名士 人称商山四号 皆年于八十 德高望重 宝学多谋 高祖仰慕其才学名声 数次招寝 他们都不奉招 现隐居于商洛山中 与世无争 饮酒赋词语 皇后若有办法招其出山 以为太子必住 高祖必对太子迎刮目相看 太子位自然稳如泰山了 吕后文言大喜 打听的当初商山四号之所以不奉刘邦之兆 乃是因为使者态度五慢无理所致 他便命太子迎亲至书寒 悲词后礼 三顾茅庐 至成恳请 终于把他们请到了太子东宫 一回刘邦举行家宴 见太子迎身后立着四位鹤发童年 常然飘逸 俨然有神仙风度的老者 他甚为惊讶 盲问是谁 吕后当下答道 此乃商山四号 刘邦照四号上前问道 寡人久仰四位大名 居请诸位下山不应 今又何故愿随太子左右 商山四号答曰 我等远避陈氏 本不愿为官 经文太子仁和慈善 忠孝联邑 天下人心皆愿归之 故我等一愿为之效力 刘邦听了 沉吟不语 心下存道 看来太子应予亦以伴 颇得人心 欲废而易立赵王 怕是难了 然而 刘邦毅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 并未就此死灭 公元前196年冬 淮南王应故举兵造反 势如烈焰 震动朝野 恰逢此时刘邦卧病 虽令太子迎率兵停盘 商山四号一闻诏令 便明白了刘邦的用心 此举表面上看 似乎是伪太子以重任 让他建功立业 树立为望 然而 若太子出师不利 败于英故 则刘邦正好有理由废掉太子 若太子得胜还朝 则太子还是太子 并无利益 而英故乃身经百战之骁勇虎将 料刘邦难以立敌 积虑即此 四号变苏暴吕后 吕后深感事关重大 当即启奏刘邦 道 英故神勇有楚霸威风 非皇上麾下 元勋速将难以制服 经令太子率元勋速将前去评判 因而年轻功勃 诸将谁肯效命卖力 若陛下能御驾轻征 即便卧躺战车之上 众将是谁敢不奋勇争先 英故又岂能不闻风丧胆 淮南叛乱一举可平 刘邦听了 长叹一声 只好撑起病体 御驾亲征 英故果然神勇 经过几场恶战 刘邦虽最终剿灭了英故叛军 但自己也重见重伤 赶紧班师回朝养伤 四年 刘邦终因剑伤复发 不治而逝 十六岁的太子刘盈即位 史称汉惠帝 旅后不浅于力 千方百计 终于保住刘盈的太子位 使之顺利继位为帝 他自己则顺理成章地 成了掌握实权的皇太后 从此 大汉天下 他旅后只要跺跺脚 地皮也要抖三抖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 是个举足众轻的人物 他原来在楚王项羽麾下效力 却不为项羽所重视 汉王丞相萧和慧眼十英才 见韩信于刘邦 当时正值刘邦兵败蓬城 急需良将 让邦遂听计于萧和 助谈礼拜 为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韩信为大将 统帅三军 韩信果然不负刘邦 萧和厚望 公元前203年 徽兵指导楚霸王后邦 逼向于与刘邦达成修战合约 公元前202年 又设下十面埋伏 全间储君于该下 逼向于自稳于乌江 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使刘邦终于稳坐皇帝龙坐 然而 功高震主 韩信的丰功伟绩和雄才大略 使让刘邦隐隐感到一股巨大的威胁 万一 韩信有一天突然起兵反叛 与自己争天下 岂不是一个心腹大患吗 因此 刘邦先是借故夺了韩信的率印 封他为楚王 后又以谋反的罪名 突然将他抓捕监禁 最终虽因证据不足释放了他 却又把他贬为淮阴侯 并软禁于都城 不得行动自由 皇后吕智同样对韩信十分猜忌 总觉得他终将成为汉王朝的心腹大患 心欲除之而厚安 他日日夜夜寻找机会 机会不久就来了 公元前197年 带向陈锡起兵造反 陈锡原是刘邦麾下速将勋臣 为汉王朝开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他对刘邦 吕后猜忌迫害功臣十分不满 被刘邦派云镇守带的后 他广结豪强 扩充军备 终于自立为带王 举其造反 占据了带 赵许多诚意 刘邦一怒 便亲率大军 前云镇压 朝中之势 西数交与吕后和丞相萧和处理 幕后一旦大权在握 便谨罗密谷设计除掉韩信 是逢此时有人向吕后告密 说陈锡临去带的复任之时 曾与韩信会晤 密谋反叛 由陈锡再带的举其造反 韩信则在都城做内应 伺机除掉刘邦 取而代之 吕后心知此说属无稽之谈 韩信被软禁多时 手下无一兵一卒 如何杀刘邦取而代之 不过 此时既要设法除掉韩信 就正好将错就错 他把萧和召来 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 这天 以其非报都城皇宫 说是召待之乱已被皇上平息 叛将陈锡已被刘邦斩首 其实这是吕后安排好的一条右兵之计 果然 朝中诸臣不明真相 一一案例前驻宫中向吕后驻解 那韩信熟知天下大师 经言兵法谋略 觉得此劫报来的蹊跷 一心有诈 独独去宫中驻解 他这里恍恍然尚未新定 那里丞相萧和已找上门来 韩信对萧向来怀有之欲之恩和钦佩之情 听萧和说 众人都驻解 独你不去 恐怕皇上 皇后钱不好交代 便起身随萧和一同进旅 韩信才进宫门 便被埋伏着的进军士兵扑翻捆住 推到旅后架前 旅后柳梅倒树 秀木圆征 切齿赤道 皇上一向待你不薄 为何串通陈希谋反 律是皇上 韩信自知死不可免 从容应道 我对皇上从无二心 宁皇上赴我 我不赴皇上 只可惜我南征北讨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三军统帅 金帆竟栽在一个小妇人手上 坏了我一世的英明 说吧 她又仰天长叹 飞鸟尽 梁公藏 狡兔死 走狗烹 敌国破 谋尘亡 果真叫宽彻不幸而言中 哎 回不该为听宽彻良言 是有今日之祸 原来 宽彻曾劝韩信脱离汉王自立 于项羽 刘邦顶足而立 三分天下 以免楚王后自己被刘邦击杀 旅后不等韩信说完 吉令武师速将韩信推出宫去斩了 一代盖世英豪就这样被吕后设计冤战 连刘邦评判凯旋环都时 一摇头叹息不止 叹息归叹息 刘邦见吕后为自己出了心腹大患 一心为不已 又斩韩信使刘邦领教了吕后这个玉面杀手的心机和打掠 吕后后来又多次演出了较高祖新哲的活剧 下一回是足杀彭越 彭越和陈希一样 是随刘邦平定天下开国建员的勋将 刘邦登基后封彭越为梁王 陈希反 刘邦命令彭越前往赵代平叛 彭越称并为奉赵 引起了刘邦的猜忌 陈希之乱平定后 有人告彭越与陈希同谋 刘邦信而不疑派人抓了彭越 因无谋反的真凭实据 只将其革职为民 流放属地 当彭越风尘仆仆被押赴属地 而途经正现时 恰于吕后撵架相遇 彭越不使吕后为人 以为女人心软重情 便哭请皇后在皇上面前带为说情 请皇上准他改去山东老家充军 以奉养老父老母 吕后满口应成 热情相邀 将彭越带回都城 刘邦一见 经问其故邦 吕后答道 彭越乃骁勇虎将也 既已抓捕 焉能放骨归山 若他到属地养风雨衣 做起乱来 岂不宜患无穷 莫若斩草除根 以锦效尤 刘邦急赞吕后的深谋远虑 让他放手去干 于是 彭越以谋反罪被灭了三族 可怜他老父老母 为得他奉养 倒被他连累的伸手溢出 彭越的尸手 更被吕后躲为碎块 烹为肉羹 分送各地诸侯 以做谋反者界 吕后此举 首先就逼反了淮南王英部 接着又逼反了燕王卢婉 这些异姓王侯 看到刘邦一个个的整治开国功臣 韩信彭越先后被冤杀 自存早晚会轮到自己头了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其而造反 或可杀出一条生路 然而 毕竟实力悬殊 英部 卢婉先后被刘邦剿灭 其他所剩无几的异姓王 亦在吕后的怂恿和谋划下 一一被刘邦剪除 这样 大汉江山就为刘氏一家所有了 吕后争不愧为刘邦的美貌谋臣 公元195年4月 汉高祖驾崩 他临终时最担心的是两件事 其一 赵王如意和西夫人恐遭吕后毒手 其二 刘盈生性懦弱 吕后老谋深算 刘姓江山恐为吕氏所夺 为防止第一装饰的发生 他安排忠诚耿直 德高望重的周昌作王的相国 为赵王母子保驾 为防第二装饰的发生 他召众臣 杀白马 引血为盟 非流氏不得封王 非功臣不得封侯 由北辈约者 天下共及之 然而 汉高祖虽有先见之名 虽设预防措施 他担心的两件事还是发生了 高祖刚刚撒手西去 七夫人就遭了难 七夫人是吕后的情场劲敌 他的存在使吕后守了多年的空房 他的儿子赵王如意 又多次动摇了吕后之子 刘盈的太子帝位 吕后对他的积怨可谓山高海深 积怨济身 暴富壁裂 一日 七夫人正独座寝官 七妾忧思 忽然闯进来几个中宫内室 说是奉吕后命来此收集先帝遗物 一进宫 他们就呼呼拉拉 翻箱倒柜 乱搜遗气 七夫人惊恐万壮 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 忽听一个内室叫道 这里何物 夫人宫中怎么藏有 外家男子的衣物 七夫人抬眼一看 只见那内室抖着几件素色不一 对他凝笑不已 他脑袋嗡的一声 就晕了过去 他知道 与外人通奸淫乱后宫的罪名 足以置他于死地 而这一切 毫无疑问是吕后舍的栽赃陷害之际 等他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已被扔在官奴柱的下房里 从此 他半饥半饱地吃着粗茶淡饭 没日没夜地罚作苦工 身在囚龙里 他格外想念远在赵帝的儿子如意 他希望赵王来救他出苦海 一日 他一边春迷 一边流泪吟唱 子为王 母为房 终日春至暮 长与死为伍 相去三千里 当时谁告如 这妻妾忧伤的歌声不仅没有感动看守人的善心 凡被这些屈炎富士的小人添油加醋地报告给吕后 吕后咬牙切齿道 你想让儿子来救你 我要让你儿子死在你眼前 怎么把远在几千里外的赵王照到都城里来呢 先前吕后曾三次赵赵王来攻 都被向国周昌拦阻 赵王借故魏映赵 吕后心中恼火 却因周昌声明轻正 又曾保过刘盈的太子位 不好对周昌发作 这一次 吕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 先借故把周昌照进都城 然后瞒过周昌 遭使去赵帝说周昌要他赴京 赵王如意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 离了周昌 能有什么主意 自然随了吕后使者来到皇宫 母亲狠毒 偏偏儿子仁慈 年轻的汉徽帝刘盈 知道母后赵如意 居心不良 为防不测 他派人远远地出城 去迎接这位同父一母弟弟 赵王进京后 灰帝又把他接入自己宫中 石同岸 寝同踏 严加防范 十旅后的人无法下手 然而 旅后诡计 防不胜防 一日清晨 灰帝刚想叫醒如意 与他一起出列 却听一内侍宫女说道 陛下 赵王年幼 天天如成人一般早起晚睡 恐有伤身体 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他醒来后我会好好侍奉他的 灰帝一想也是 这许多日太平无事 也许是我把母亲想得太坏了吧 我出去逛逛就回 想来不防是的 谁知一个时辰后 灰帝返回宫中时 只见刚才还唇红齿白 酣然安睡的如意 已经蹊跷出现 横死卧榻了 一向仁慈有爱的灰帝 见活泼可爱 年仅11岁的弟弟如此惨死 不禁气不成声 吕后命人独死赵王如意后 又加紧迫害妻夫人 先是挖去双眼 接着又熏龙两耳 继而又强惯药 最后堕去四肢 扔进猪圈 称作人质猪 吕后用如此惨绝人寰的手段 写自己的私愤 真是空前绝后 令古今杀手自亏不如了 吕后的惨无人道 对惠帝刺激很大 赵王母子横死的惨状 把惠帝惊吓出一场大病来 病中 他感到万念俱灰 病愈后 他仍觉无力与吕后抗争 因而颓废消沉 不问朝政 整日里纵情声色以求排遣 结果 很快就百病缠身 年仅24岁便命赴皇权 惠帝驾崩 由太子继位 太子少不耕士 吕后便正是临朝称之 于是 朝野内外 文武百官 便全都听命于吕后一人 为惠帝发丧的时候 诸臣见吕后低泪不洒 甚是惊讶 天下 哪有亲子丧命 而亲娘不哭的事理呢 众臣正在窃窃私语 张良的儿子张匹强 对左丞相陈平小声道 此为不祥之兆 记得当年高祖驾崩四天 而吕后密不发丧 在传言说 吕后当时想假传圣旨 将高祖麾下的功臣勋将统统骗进攻杀死 以巩固他手中的权力 今日惠帝驾崩而吕后不哭 必有重大心事使他忧虑不安 你们可得当心呀 当时萧和 张良等老臣已死 朝中握有重权的是太尉周伯 又丞相王陵 左丞相陈平等 众人一闻此言 当然心急如焚 只听张匹强又说道 惠帝才是 吕后临朝 他为我兵权 地位不稳 同功臣勋将心存意志 必设计诛杀之 以令行安置心腹而后心安 诸位若想全身免惑 不如奏秦吕后 委任他两个侄儿吕路 吕产为大将军 统设三军 吕后得兵权而心安 诸位亦可平安无事了 陈平周伯等门听此言 陈吟良久 心知此非良策 却也无奈 只好用作缓兵之计 以免眼前之祸 以徒来日报复 于是 陈平驱前奏请 吕后欣然准奏 兵权在握 心里踏实 他这才落下 累来痛哭死去的儿子 吕陆同领北军 吕产同领南军 吕后执掌朝政 吕士权倾天下 自然都想封王 一日 吕后临朝 对苏立于前殿两侧的文武大臣说道 吕士家族自随高祖皇帝起兵反其以来 拜西楚 平叛乱 定天下 南征北战 功勋卓着 诸位有目共睹 立大功而封王 理所当然 众卿以为如何 寻臣一听此言 心中无不豁然 吕士在篡夺流逝天下了 高祖临终时担心的事就要发生了 可寻臣当年与高祖有白马之盟 今言由在耳 岂能被曰 却又无人敢冒杀身之陷 冒犯吕后淫威 因此 中阶监口不严 殿前死记无声 吕后见状 只问又丞相王林 道 丞相以为如何 王林生性耿直 生死已至之度外 虽抗言达道 臣以为不可 高祖一招非流逝而亡 天下共击之 臣不敢为 吕后脸色骤变 忍了又忍 才转而向陈平 周伯问道 你二位以为如何 周伯恭顺作答 道 臣以为无所不可 高祖坐天下 进封刘氏为王 今太后称至 封吕氏为主 顺利成章 陈平亦随声赴贺 道 太尉所言即是 请太后定夺 吕后这才欣然退朝 立即督办 于是 吕后父被追封为宣王 吕后兄吕则被封道武王 吕后之吕台 吕铲铲 吕露等进封为王 其内吕如被封为林光侯 为了驾驭控制 吕后还将好几个吕氏家族的女儿 嫁给刘姓王侯 赵王刘友 梁王刘辉 后来都因不堪忍受 吕氏女的遗志气势和飞扬跋扈 奋起反抗 后竟被吕后迫害致死 刘姓江山岂岂岂可危 好在吕之恶贯满盈 因毒伤身 女公元前180年不治而亡 陈平 周波等元勋仲臣便联络刘湘 刘章等刘姓王侯 夺回兵权 一局铲除了朱吕及其党羽 拥戴刘恒为新帝 史称汉文帝 开始了史称文景之治的汉王朝新纪元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